香港人大上榜香港立了港版國安法 東網請了一個對內地法律非常熟悉的專家 自己問自己 二十條問題 自問自答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條題目就是 中央直接就國安法立法 是否改變了一國兩制的方針 答案是 當然不是 因為現在的情況是香港的情況 如果我們繼續容許黑暴繼續搞下去的話 香港真的會攬炒成功 攬炒成功之後 香港這一邊的一制就沒有了 一國兩制 一邊的一制完全沒有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幫香港立國安法 可以保障香港這一邊的一制可以繼續健康成長 真真正正支持一國兩制 第二個問題 全國人大和常委就維護國家安全問題 作出決定的立法是否抵出了基本法 當然不是 因為有兩件事 第一 基本法是由人大立法授權而產生的 因此 基本法的擁有權解釋權全都在人大手上 而人大也在基本法設計時放下附件三 而附件三規定是安全和外交事務 可以適用全國的法例 通過附件三加留到基本法裏 使得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份 所以這也是完全根據基本法來做的 因此 不存在破壞了本來的基本法 另外就是 全國人大就維護國家安全問題 作出有關決定的法律依據什麼 根據基本法和人大本身的憲法 第三十一條的規定 國家必要時可以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 由全國人大代表以法律規定 第六十二條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 特別行政區設立和制度 因此 全國人大對香港基本法的實施 就是符有監督的權限的責任 這件事 很多人在外國人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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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監督的責任在英國那裏 廢話 這個不關英國的事 當然 在香港過度回歸去中國的時候 中英是通過一個談判 就是和平回歸 不需要通過軍事衝突 有流血的回歸 在那裏當然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 這是聲明 不是條約 所以這個聯合聲明 就說出會回歸 而中國亦都因此 而香港人承諾了一些東西 那個承諾就趕到中英聯合聲明裏 而承諾的實踐方法 就是通過《基本法》 而《基本法》 就不是互相和英國疏相而來的 《基本法》是人大的立法 中間產生過程中 有收集各方面不同意見 這個絕對是正常的事 但是那個法例本身的依據 是來自人大的權力 並非來自中英談判的權力 所以監察權就在人大手上 就不是在英國手上 從另一個角度說 香港是回歸了給中國 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因此香港人所有的事務 現在變成了中國的內政 就絕對跟外面任何國家 是沒有關係的 如果不是又不叫回歸 如果不是香港仍然是某個地方的殖民地 現在不是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中國對香港所採取的任何法律行為 這是一個內政問題 就不關你任何國家的事 如果你說英國有監察權 那何來回歸 回歸意思是 你將管治香港的任何權力 全部交回歸給中國 就是說你可以拍拍手 沒有事 這已經不關你事 所以這個權力 現在仍然是在人大手上 絕對不在任何一個外國政府手上 大家要分清楚這個法律上的定點 第四個問題 全國人大為甚麼選擇 就維護國家安全問題 作出決定 很明顯 在過去一段時間 港獨分子 破壞分子 那些分離勢力 日益猖狂 暴力不斷升級 已經發展到恐怖襲擊的邊緣 所以就必須要立法阻止這件事 而嘗試想國際環境越來複雜 他說的國際環境越來複雜 當然是指中美國家之間的角力 這個角力將會持續 所以有一個穩定的香港 其實是對全世界都好 國家也不會有得這七百多萬的香港人 自知不理 千萬不要這樣認為 中國的政府是一個真真正正的 以民為主的政府 所以他對每一個市民 包括香港的七百萬人 都是非常關心愛護的 他要為香港這七百萬人 打造一個好的生活空間 讓香港可以繼續前進 這是我相信中國政府想做的事 接著就是要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組織 實施恐怖活動 外國與境外勢力 這四樣東西 而特別進行立法 很簡單 這四樣東西現在實在是太危險了 不再立法 香港會真的被他們攬炒成功 因此這四點是必須要做的事 因此只是針對這四樣東西 而其他東西仍然是交給香港政府去做 講到國家安全 其實安全這個定義 可以很廣塊 亦可以很狹窄 我一向都不用安全軸 我描述我的描述方法 我是用人禍 人禍當然是包括外面的勢力 在你國家製造死傷 這個人禍一種 這些人禍可以統稱國家安全 而人禍也可以包括通過其他手段 譬如滲透 譬如經濟 譬如勒索 譬如烤炸等等 各種很多不同的手段 而使得國家裏面的人民受到傷害 這些都是人禍 亦都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所以國家安全 大家不要只看作 有沒有軍隊入侵 軍隊入侵只是 在這麼多人我之中 其中一個表現方法出來的 有其他的表現方法 譬如通過經濟的侵略 通過控制一個地方的輿論 通過控制一個地方的領導人的所作所為 而破壞到那個地方上面的人的利益 這個已經是一個安全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這個角度看 當中國說第三附件三 可以包括一些適用於全國有關國家安全 和外交問題的立法 這個就已經是夠闊 去讓中國立法來保護香港 不要受到外面的勢力影響 亦都不可以讓有些有心人 拆動一些香港無知的人 去進行顛覆國家 分裂國家或者做恐怖活動 這些全部都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要看清楚什麼是安全 安全的範圍是比較大的 接著大陸就說 全國決定要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納入國家安全犯罪的範疇 大家知道這個恐怖活動 永遠都不是對一個地方好的 這一定是一個犯法事件 所以納入去是絕對正確的 第七就說 國安法是否會損害香港居民的遊行 示威、新聞、言論等基本權利和自由 沒有 只是不讓你破壞香港 這是應該的事 這與你任何權利沒有關係 你的自由根本不包括無緣無故打人 你的自由不等於破壞公物 這不是自由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把這個範圍搞得清楚 這個國安法並沒有影響到任何人的言論自由 你說什麼都可以 只要你不要做 你不可以做 你批評政府沒有問題 但你不要叫別人去推翻政府 這個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 大家一定不要搞錯這一點 這條線是不能過得的 所有地方包括中國、美國、英國、歐洲任何國家 或者其實亞洲任何國家都不會容許有人分裂他們的政權 因為政權的分裂 往往會導致非常之嚴重的人民的傷害 包括流血死亡 包括經濟被摧毀 包括家園被摧毀等等等等 我們見得到的 例子太多太多了 一些標準的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 或者是日本侵華 這些就是他們想推翻政府的結果 搞得中國幾千萬人 無家可歸死就死 無家可歸不知幾千萬 所以政府一定要保護自己的政權 政權一受到搖動 你就大量死人 這是一個安全問題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千萬不要輕視 第八 香港人今後都討論時事 學術交流 倉國旅行移民 以及開展貿易宗教 文化體育等對外活動 是否受到影響 沒有 完全沒有影響 香港人繼續可以做你的事 只是你不可以勾結外國的政治勢力 來推翻中國政府 這個不行 只是這件事 其他全部都可以做 第九 香港居民使用社區媒體 是否受到弱制 沒有 你繼續可以做任何事 而我相信 在中國開放被外國社交媒體 進入的時間 慢慢來 我相信 我有生之年會見到中國完全開放 但 是何時 我不知道 這些 我很不擅長做預測 第十條 全國人 國安立法不影響大多數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這個法例 是用來防止那些犯罪分子 而不是要限制普通市民 一些守法市民 對這條法例來說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影響 日常做的任何事都完全沒有影響 但是 對普通市民來說 最大的好專門 就是不用再心驚膽跳 晚上出街市 某個地方就有暴徒在這裡集結 某個地方就被人扔石頭 扔磚 扔汽油帶 又不用怕自己說些話 被人打 被人找磚頭扔 又不用怕被人燒 其實這個對大部分市民來說 是一個好事 因為 將香港變得更加安全 大家可以像以前那樣 在這些黑暴美人出來搞搞貢之前 幾天出街 一點安全問題都沒有 不用擔心 擔心受怕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所以 這個法例 只是影響非常之少數的破壞分子 其他人沒有關 沒有受牽眠 沒有人都沒有的 好了 我在這裡讀了十條 我下一次回來和大家再說 對 那 是